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香港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精彩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香港宽贫在复牌后股价大涨 涨幅达5.56% 引发了中国移动与美国I2 Capital的竞购热潮 显示出市场对这家公司的极大关注 接着我们要说的是一场盛大的熊猫展览 2500只熊猫雕塑在香港惊艳亮相 演员古天乐和蛇诗曼化身熊猫领队 为这场展览预热 展览将于12月7日起巡游香港多个地标 给市民带来无尽的欢乐 最后极端天气再次影响香港 最近出现了三个罕见的台风 天气变化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让我们一起关注天气变化对生活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报道 香港宽贫在复牌后股价大幅上涨 收盘时上涨5.56% 每股报5.13港元 此前 该公司因内幕消息停牌 财务顾问中金公司代表中国移动提出以每股5.23港元的收购邀约 溢价幅度显著 而与此同时 美国投资公司I Squared Capital 也向香港宽贫提出了无约树立的收购提议 可能引发一场竞购战 I Squared的出价 预计在每股5-6港元之间 双方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在另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中 香港最大型的熊猫展览PandaGo 香港游于12月2日盛大开幕 展览展示了2500只熊猫雕塑 由香港演员古天乐和蛇诗曼担任熊猫领队 带领这些可爱的雕塑在香港巡游 从12月7日起 熊猫雕塑将在多个地标进行展览 为市民带来视觉盛宴 吸引了众多游客的关注 《经济日报》则聚焦于周音婷YT 这位新进歌手在乐坛的表现引人瞩目 入行十年的他首次角逐叱咤舞强 并在今年完成了个人演唱会 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以及新团歌 展现了他的多才多艺 他还通过校园巡演帮助学生缓解压力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经济日报》报道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 极端天气事件正日益引发全球关注 最近香港在秋季罕见地迎来了三个台风的袭击 情况极为不寻常 甚至挂起了八号风球 这一现象不仅让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感到担忧 也再次提醒我们 极端天气的出现已经成为常态 全球各地都需加强应对措施 以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同样来自《经济日报》的另一篇文章 讲述了一位朋友的家庭故事 揭示了家庭成员在照顾父母和遗产分配上的复杂关系 作为大家姐她承受了更多的照顾责任 而妹妹们却似乎理所当然地将责任推给她 这位朋友深感无奈 认为家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导致亲情的破裂 因此建议父母提前立下遗嘱以避免未来的争执 文章通过真实的案例 警示人们在面对遗产问题时 不要轻视人性考验 强调爱的安排能够为家庭带来和谐 最后《经济日报》还报道了 即将于香港举行的第十四届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 强调知识产权在推动创新与创业中的重要性 论坛将汇聚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 探讨如何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来促进企业发展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此外 论坛还将关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最新发展 帮助初创企业把握市场机遇 实现商业潜能的最大化 这一生会不仅为参与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 也为香港在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定位增添了动力 网易报道 《粤语写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 早在这个时期 广东人就开始尝试用粤语进行书写 诸如《花间记》和《二合花石》等作品中都能见到粤语字词的使用 清代中后期 粤语的书写逐渐受到欢迎 作品如赵子庸的《粤欧》和《邵宾如》的小说集《俗话清坛》都在读者中流传广泛 此外 西方传教士也开始用粤语翻译多种作品 进一步推动了粤语写作的发展 到了清末民初 粤语的使用在报刊 诗歌和曲艺等领域变得愈加普遍 尤其是郑冠公创办的唯一去报有所谓 因其通俗易懂而受到读者喜爱 香港新闻台的报道则聚焦在Denum Richards对其角色Coby Mayfield的告别 以及Sophia Lauren的孙女Lucia Sophia Panty在社交场合的时尚亮相 Denum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角色的怀念 引发了粉丝们的共鸣 与此同时 Lucia的优雅风范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她穿着Georgio Armani的裙子 展现了对时尚的独特理解 此外 Ashley Simpson为儿子Brunks庆祝16岁生日 分享了许多温馨的家庭回忆 展示了浓厚的亲情 这样的家庭温情和时尚亮相 传递出了一种温暖与美好的生活态度 在网络媒体的报道中 中国师生访台团在台湾大学的访问 引发了学生们的抗议 抗议的台大学生希望与访团成员讨论中国的民主问题和人权议题 举起标语表达他们的诉求 虽然访团成员并未回应抗议 马英九基金会则表示不清楚学生的抗议诉求 这一事件反映出两岸交流中的复杂性 台湾学生希望通过对话分享民主价值 而部分在场的中国人则认为这种交流是文化层面的 强调不应将其政治化 整体来看 这场抗议与交流的事件再一次凸显了两岸关系中的敏感与矛盾 网易报道 香港国际机场迎来了盛大的熊猫主题展览PandaGo 香港游 展览中展示了2500只色彩斑斓的大熊猫雕塑 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为了为展览预热 知名演员古天乐和蛇诗曼化身熊猫领队 现场气氛热烈 此次展览不仅带来了八款全新的熊猫造型 还特别设计了六只以香港为主题的熊猫雕塑 命名为熊猫香港亲友会 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感受到浓厚的地方文化 香港电台报道 尽管南韩总统尹熙月宣布了紧急戒严令 但国泰航空表示往返香港吉首尔的航班依然正常运作 并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旅游夜间管局透露 目前约有360名游客在南韩 尚未收到求助请求 行程未受影响 旅游业议会的总干事也确认 现有的团体安全无恙 若局势恶化或有安全隐患 将会及时调整行程 确保游客的安全 此外 网易还报道了全球第二大家密货币交易所 Bibit的动态 其联合创办人间执行长Banjo表示 Bibit计划在明年第一季度重新申请香港的虚拟资产牌照 虽然此次申请并非针对香港市场 但希望通过此举吸引更多人才 Banjo透露 Bibit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已获得牌照 并计划进一步扩展 他还提到 随着稳定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兴起 未来可能会有更严格的监管规定出台 特别是在透明度和储备金要求方面 市场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星岛日报报道了彩虹村的历史与重建进程 强调了公共乌村在香港人心中的重要位置 随着房屋委员会策划小组委员会决定 重建彩虹村相关的清拆和重建方案 已在今年10月30日公布 计划分为三期进行 通过这期阳光校园报 同学们不仅能了解到彩虹村的历史 还能获取历史博物馆 木制卫星等相关资讯 进一步了解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共享基金会在柬埔寨的医疗援助项目 也得到了报道 自2022年9月以来 该基金会在多个国家开展 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 在柬埔寨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医疗团队 参与了这一项目 至今已为超过4300名患者 提供了免费的白内障手术 帮助许多农民恢复势力 重返工作岗位 改善生活 柬埔寨卫生部国务秘书 YOUK Sam Bath提到 未来将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提升当地医疗技术 确保更多人能受益于这些医疗援助 网易的报道总结了时局在11月的工作进展 强调了团队在招商 项目管理及市场开拓方面的显著成果 此次会议不仅回顾了过去一个月的成就 还为未来的发展制定了明确的目标 包括进一步拓展市场和提升服务质量 时局将继续秉持创新 合作 共赢的理念 努力迈向更高的目标 确保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展现出未来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apbook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Lafing fire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leading heat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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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